好這個一個運動的一個行程 我們大家說 基本上都佩服學生 有這樣子的一個勇氣 學運其實這些年 大家也會分 平息到台灣的學生 真的是 但現在大家站出來 搞了第九天了 但是沒有辦法退場 也不是個辦法 在這裡的學生要成熟 而且你要拿到 是正確的資訊 不只是對福茂 你到底知不知道 誰在搞黑箱作業 誰在這裡搞不清楚 誰在這裡給你 錯誤的一個恐懼論 但重點還有 面對媒體你們的態度 又是什麼 我們來看到 季協議員發了這個聲明 這聲明發出來之後 大家應該怎麼去解讀它 強調是什麼呢 多少媒體在現場的採訪 是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的 季協說 我趕快去跟大家來溝通 溝通到最後告訴你 一切的一切都是 純屬誤傳 一切的一切都是純屬誤傳 剛剛日口姐有講到 現場的這些學生們 你在看哪些特定的媒體 你們很清楚 那不是你要看的特定的媒體 在這裡遭受到什麼樣的待遇 這個聲明發出來 看到臉書被灌爆 季協臉書被灌爆 為什麼大家都說 你不可以代表我個人 來說你寄協跟誰 達成了什麼樣的協議 同理這些學生們 你看這個非常滿的 這個臉書是 在這邊漏漏等大家看不完 所以媒體也在這裡 說你不能夠代表我 而在議場裡頭 佔據這些學生們 你說你代表全民 我們授權你了嗎 有全民授權你嗎 我們帶你看這個畫面 這畫面看來 到底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大家覺得323晚上的一個 鎮壓動作 沒人願意看到 但是呢 如果出來的都是所謂的 警察打人啊 饅頭鮮血這樣畫面 我們要看到是多少是作假的東西 在這裡頭 透過畫面帶你來看看 好 什麼警察要踩民眾啊 這告訴你只是要跨過去而已 醫生被打了嗎 只是穿薄牌 白袍就說他是醫生 這個謠言渲染的也太過分了吧 警察有打記者嘛 搞了半天現在出現這畫面 我們友台拿出6年前 紅山軍的畫面來給大家看 這又應該嗎 特別在這 這麼多SNG車被貼了這麼多便利貼 便利貼全是不堪入目的字眼 葛林俊 這是我們媒體記者在現場採訪 受到的對待 所以這群學生們到底夠公正嗎 當然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這一場運動的這個主持人份子 事實上已經有點複雜 我不需要這樣講 你客氣了 我們主體看起來像是 像是以學生為多 但是表面上 對 那我們事實上 除非我們真的說抓到說 到底是誰去貼或誰去破壞 我覺得這個我們當然可以有具體的說法 這個就有點像是 現在還傳出來講說 太陽餅不是學生吃的 是警察吃掉的 以後人現在有這種說法都出來 所以因為你確實沒有抓到現行犯 可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媒體記者在做採訪的時候 事實上 我不敢講說媒體記者在採訪的時候 他看到的就是全部的真相 為什麼 因為廣場有這麼多 那我們只能focus 在我眼前所能看到的時候 這個我承認 所以為什麼會員覺得說 為什麼你這邊寫的是這個樣子 我看到的不是這樣 所以我必須要講的是 讓所有的聲音通通都出來 包括媒體其實也是一樣 在你不同的媒體裡面 他透過不同角度的報導 或許我承認媒體 他不是神 他沒有辦法看到全部 所以我就我所看到的部分做報導 但你不能這樣認為說 這個就叫做以篇概全 你可以綜合所有的資訊 但你也不能說 因為我覺得 我認為你不好 所以我不讓你講話 我覺得這也不對 因為我確實有聽到 有學生就 那我就抵制誰 你誰來採訪我就不要 或者是拿著報紙說 這篇是誰寫的 你要不要出來跟我們溝通一下 你正用點名的方式 我覺得這樣就糟了 這樣就沒有意義了 好 我們待會回來